我要打10個 閃躲林立的詮釋 夜問一個人要打10個 雖然只是電影 但科技龍頭台積電 似乎也面臨被圍攻的窘境 傳出大陸國家半導體扶植基金 基於14奈米製程技術 想收購晶圓三哥格羅方德 另外聯想也跟中國電子 爭相併購美國Marvel 加上晶片大廠高通旗下的豪威 也被清新華創投鎖定 一旦成真 大陸三大勢力恐怕將夾擊 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台灣的命運量跟台積電極其相關 就是台灣最重要的堡壘 今天我們股票上萬點 台積電漲到155塊 40到4兆 就是登峰造極的價格 中國大陸在未來這幾年 它用國家之力全力發展半導體 台灣一定首當其中 話說得重卻一點也不誇張 紅色供應鏈衝擊面板 封測已有整病潮 如今晶圓產業再不面對 恐怕也將淪陷 過去來講 台積電的股價 它從來沒有跌破這個 紅色這個連線 這一次台積電跌破連線 所有的金線都下彎 代表台積電未來的考驗 才正好開始 把使用過的水回收再回收 台積電應應對手挑戰 先省水降成本 就算沒有下雨 我們的空調冷凝水的量 還是很大 我們剛剛提到一天 大概空調冷凝水 會有1200噸 現在還傳出台積電打算 自己蓋電廠 應應未來的缺電與危機 儘管遭到否認 但不難看出 紅色供應鏈浪潮 恐怕都成為台廠 未來營運的關鍵難題 東京產新聞綜合報導